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十八家锡药厂 最新结果出了 一共有十九家二十三项产品 使用的主原料都不是药品级 有可能会影响到药品的吸收 违反药室法的规定 因此统统必须下架回收 其中包括了知名药厂 新万人制药的金石字酵素肠胃药颗粒 以及五周制药的铁胃胃肠药颗粒 卫生局机查员将五周制药桃园厂生产的铁胃胃肠药颗粒 全部贴上封条禁止出货 因为卫福不是药署 机查全台四十八家锡药厂发现 有十九家业者 总共二十三项产品 虽然没有使用到工业级碳酸酶 当作复行剂 但是却以食品级的碳酸酶或碳酸钙 当作药品的主成分 很可能影响药品吸收 违反药室法规定 食药署表示包括新万人制药的金石字酵素胃肠药颗粒 五周制药的铁胃胃肠药颗粒 甜边制药的甜边胃保定 甜边胃肠药定 台湾阳生制药的义儿善胃肠药定 以及义儿善未克能定等等 通通不符合制药规定 必须下架回收 相署强调所有违规产品 必须在四月二号五夜十二点前 全部下架完毕 三十天内完成回收 库存品封存并停止出货 而十九家违规药厂 也将依法处六万到三十万元罚还 记者赖水平蒋龙翔 台湾报道 一架金国号IDF战机 上午十一点左右从马公空军基地起飞 准备进行一般的战备训练科目时 发现这个又发动机异常 紧急降落在马公空军基地 幸好人机都平安 空军司令部指出这架IDF战机起飞之后 发现又发动机异常 飞行员是依标准作业程序来处置 在起飞后十四分钟反降 但步析的过程也影响了部分的航班起降 空军深表歉意 至于发动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 目前正在调查当中 但是目前IDF的战机训练 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云林县台中银行 胡伟分行昨天傍晚五点多的时候 遭到一名二十八岁的黄姓首客 他假称是要来汇款 没有想到却是持枪抢劫 十分钟之内抢走现金六百四十四万 骑机车扬长而去 由于这个歹徒没有戴安全帽或是口罩 警方目前已经找到犯案机车 全力追气当中 发生抢案的台中银行 胡伟分行拉起封锁线 警方和银行员还在轻点被抢走的金额 这起抢案发生在十七号傍晚五点多 一名二十八岁黄姓男子 跟银行员说要汇款 竟然持枪抢走现金六百四十四万元 黄姓的嫌患 就是阳称就是要汇款 但是就 那个行员就开启这个大人 就让他进来 结果就疑似持枪 拿起枪子就来刑抢 总共抢了多少钱 经清以后 经行员清以后 大概抢了六百四十四万元 经过警方调查 这名台图的母亲是银行熟客 黄姓嫌犯常陪母亲到银行汇款 银行员认出后才拉开门 让嫌犯进入 没想到他一进入就掏出枪支抢劫 整个作案时间相当短 江上没有蒙面 马上被辨识出身份 目前警方在嫌犯亲友家中 巡获坐案机车 正巡线追其中 而嫌犯母亲也呼吁儿子赶快投案 警方也说案发后 其他行员见同事遭挟持 有追出去 过程中被抢的六百多万 还调出二十万 都被银行员捡回 而黄姓男子骑机车换汽车后 往滨海方向逃逸 目前警方正积极追气中 至于为何银行在结束营业后 还让民众进入 警方也将持续调查 记者王维雄云林报道 提醒家长要多留意 未成年深夜未归的问题 高雄市有十四名年轻人 今天清晨是在外游荡 其中有七个人不明原因突然被殴打 这十四个人事后是要寻仇 看到附近有两名学生骑车经过 竟然就在未确定的情况底下 直接持刀追上去猛砍 后座的十五岁国中生 被砍成重伤 清晨三点多监视器 画面左上角 一群人蜂涌而上 不只拦阻两名骑车经过的学生 还一句话都没说 就迟到乱砍 后座的十五岁国三生伤势最重 手脚跟肺部都被砍伤 倒卧路边 目击者以为是飙车组砍人 报警以后现场人群立刻鸟受散 经过警方追查 初步带回两名分别 十七和十八岁的嫌犯 发现这十四个人犯案是为了寻仇 但却没有确认对方身份就乱砍 警方表示 根据已经到案的嫌犯供词 十四个人平均都十七到十八岁而已 半夜在外游荡时 因为不明原因被打 才乱找人寻仇 造成无辜未成岭的学生受伤 目前还在追查 其余嫌犯盗案 记者王界村 许正俊高雄报道 残送超过十一年的前台湾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工商案 昨天一审宣判 RCA跟法国汤姆申公司 必须赔偿五点六亿元 虽然诉讼终于有了初步结果 但是事实上从民国八十一年 RCA官场离台到现在 桃园的旧厂纸 周围还是划定了 五十公顷的地下水污染区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整治 对土地的伤害还未平复 国家桃园市的前台湾 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工厂 二十二年前爆发 毒废料污染事件 受害员工集体酬偿 经过十多年奋斗 终于获得五点六亿赔偿金 但这一段期间 毒废料对当地环境的污染 至今依旧存在 那从整治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结果 整个地下水是有有在降解的一个状况 有进行有改善 那大概我们初估它整个改善效率 应该有达到九成 工厂区荒烟漫草一片空荡荡 目前土壤已完成整治 而地下水整治计划也达到九成 但在场内五十一口监测井当中 却还是有五口绿乙烯超标 最高为标准的四点五倍 城外的二十九口监测井则有五口井四绿乙烯超标 三口井三绿乙烯超标 其中三绿乙烯浓度 最高还接近标准值六倍 整治十年 绿乙烯含量却还是无法合乎标准 是因为当初选用的整治方式 是以生物调养为主 目前整治工作由RCA和汤姆生公司负责 已经陆续投入三亿多元经费 RCA承诺六月二十三号会完成整治 但环保局表示会继续监控 如果还有污染物 就必须再次提出延展计划 因此整块地要符合解禁标准 至少还要三年时间 记者唐人成长维 桃园报道 国民党总统人选难产 身世最高的身兼国民党主席的 新北市长朱立伦 昨天表态不会参选二零一六 今天再度面对媒体追问 朱立伦表示同样的话不需要再说了 也希望国民党团结共同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面对朱立伦表态不参选 已经获得提名的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表示不能低估国民党 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前一天才说不会参选二零一六 隔天出席复联会六十五周年大会前 媒体追问是不是会回心转意 朱立伦表示同样的话不需要再说 是不是真的不选朱立伦不愿多谈 强调等到五月十六号 零表联署结束后会做完整报告 国民党一定会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而外界猜测朱立伦担心参选造成三输局面 也就是输掉新北市长党主席和总统大选 朱立伦强调没有这么多考量 而率先宣布参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珠认为 如果朱立伦再三确认不参选 觉得非常遗憾 我没有办法十分去揣测他的心意 不过他再三再次的讲 好像也很难挽回的样子 如果他要再说要选 可能他也要说出更多的理由 相较于国民党总统人选难产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获得提名后 除了向民进党执政县市首长展开请义之旅 18号在台南能源工作坊上 也重申会做好2025非核准备 对于朱立伦说不会参选2016 蔡英文认为不能低估国民党 花界也好奇蔡英文要找谁当副手 蔡英文表示这刀言之过早 蔡英文也希望这次竞选作业朝精简方向 未来的竞选总部希望设置在党中央附近 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财政部官员昨天在美国华府 表示台湾很有机会成为亚投行的成员 至于入会的名称两岸正在密切沟通当中 学者就认为台湾申请入会并非一厢情愿 中华台北应该是入会的最佳名称 中国大陆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7号表示 台湾有很大的机会成为亚投行的成员之一 至于以什么名称加入两岸间正密切沟通中 国际关系学会18号举办一场亚投行研讨会 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行政院长毛智博主张的 入会名称底线中华台北应该是最佳的入会名称 因为政府申请加入亚投行 引发在野党在国会的大动作杯葛 结果遭到中方拒绝无法成为创始会员 虽然仍有机会成为会员之一 不过专家学者认为台湾的积极加入 是一种向国际社会的喊话 不能认为是一厢情愿 学者建议亚投行包括了经济政治战略等的概念 中国对于亚投行的布局及思考重点 本来就不在台湾 朝野应该更理性思考 形成最大共识 找寻到最有利于台湾 投入国际社会活动的最大利基 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台北报道 法国巴黎北边通往戴高乐机场的路上 有一间纺织厂的仓库大火 浓烟破石铁公路暂时封闭 而在智利首都顺利雅各有一间夜店挤进太多人 结果造成墙壁倒塌 三个人当场死亡 还有五名众生者有生命危险 看起来像喝醉的民众 有的人对着维持秩序的警方叫嚣 有的被朋友驾离现场 但还是大喊着不肯离去 这里是智利首都圣地雅各 一间夜店门外的街道 外电报道指出 当地时间16号深夜到17号清晨 不少民众到夜店 欣赏英国庞克乐团末日审判的演出 结果解禁了太多人 超过建筑物的负荷 造成围墙倒塌 尽管夜店本身是合法营业 但为何让太多人进场 以及伤亡如何发生 警方为此将夜店经理留置 证讯以厘清真相 至于法国的火灾 虽然没有任何伤亡 但由于起火的是纺织工厂的仓库 面积广达一公顷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浓烟大幅降低附近的能见度 A86号高速公路 是巴黎环状道路网重要的一部分 它和南北走向的巴黎捷运B线 都是市区通往北边戴高乐机场的重要路线 但浓烟大幅降低了能见度 让两条重要的铁工路线被迫暂时封闭 记者徐佳人报道 随着台湾社会老龄化 老人住宅越来越重要 在嘉义市有一间方春公寓 或许就很值得借进 这里的环境虽然老旧 不过每个房间是两三平大 每个月租金最低只要两千块钱 出租率超过了八成 房客几乎都是单身老人 还有经济弱势的族群 堪生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 民间老人住宅 陈旧的铁围梨 上头挂着斑驳的招牌 两层楼的房春公寓 在嘉义市已经有四十年 里头只是木板阁的房间 环境也很老旧 但住在这里的房客 却满意也很喜欢它 这位小姐因为失婚 五年前搬进来算比较资浅的房客 楼上楼下像翁伯伯住 超过三十年的有好多个 因为房客多半是经济弱势 或单身老人 到现在房租还维持一个月 两千元起 房东也会定期请人打扫环境 旧但不脏乱 四十年前房春公寓刚完成时 原本是租给年轻人 但随着时代变迁 房东觉得租给老人家最好 不只租房子 房东也乐于照顾房客 有人分期付款 也有人已经十几年没付房租 方春公寓虽然在很多方面 都称不上是优质的老人住宅 但他的精神值得政府和民间仿效 记者嘉义报道 前年五月 南部某家高尔夫球赶头的制造公司 有六名员工 使用绣饼碗溶剂清洗 高尔夫球赶头的时候 结果呢 因为通风不良 导致腰部麻木 走路不稳 甚至是出现贫尿等症状 房东部最近认定这是职业伤害 六名员工将可以领到两万到二十四万元的植栽 伤病给付 以群聚职业病案例 秀明晚市极毒性物质 短期暴露可能会造成呼吸道刺激 严重时会造成呼吸或心跳停止 长期暴露的话可能会造成肺脏肾脏损伤 劳动部已经要求使用相关溶剂的工厂 必须要尽速定出容许标准 防止事件再度发生 提醒大家眼睛疲劳的话 可别随便拿工具来按摩 有一名从事科技业的男性 他拿肩颈的按摩棒来按摩眼睛 没想到呢 他持续半年之后 这个视力确实变得越来越模糊 就医之后才发现 这个按摩棒强烈的震动 伤害到了眼睛的水晶体 造成了外伤性白内脏 按摩棒千万别乱用 有名从事科技业的男性 因为每天使用3C产品长达12小时 导致肩颈酸痛 眼睛疲劳 半年前他突发奇想 拿肩颈电动按摩棒按摩眼眶四周 没想到日前出现视力模糊状况 就医检查才发现 眼睛的水晶体已经受损 引发外伤性白内脏 医师表示按摩棒按摩眼睛完全是错误示范 因为按摩棒的按摩探头比较大 按摩时难免会按压或撞击眼球 使得眼球大幅震动 导致水晶体受伤 变成白内脏 尤其是常在户外 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 更应该要避免 否则恐怕会恶化成视网膜玻璃 有失明的风险 医师建议民众眼睛酸痛时 可以用毛巾热敷眼部 若真想按摩可以用手指 轻轻按摩眼窝周围 千万不要重压眼球 以免按摩不成反而伤到眼 记者来说明讲龙翔 台会报道 全区保留的空总将推动成为创新基地 除了宣誓将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多媒体实验室合作打造成智慧城市 推动无人车市城的交通计划 今两天也会举办创新设计马拉松活动 要向民间募集创新跟创意 行政院长毛志国穿上哈利波特魔法学校 邓不利多校长的斗篷 出席空总园区TAF创新设计马拉松活动 毛志国说希望空总园区 能够成为台湾创新创意创业的平台典范 空总在二月份时确定全区保留 将打造为创新创业园区 三月空总TAF创新基地启动 今年的七八月份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多媒体实验室合作的无人车市城 将会是基地的第一个计划 今明两天举办的创意设计马拉松 要募集民间的好构想 为在台北市仁爱路三段的空总 占地七点一五公顷 因为城市重要的军事基地 里头的水电都自给自足 空总搬走后 现在无水也无电 这几个月会先将基础的设施 重新建制 希望能够尽快提供给有好点子的人 一个华山论检的平台 记得陈述军郭俊宁台北报道 春季电脑展展开第三天 碰上了周末 吸引大概十万人潮涌入 主办单位表示呢 今年电脑展小资风当道 最受欢迎的就是 3C周边的百元商品 而展区它也结合了软硬体 推出各式主题专区 春季电脑展第三天 适逢周末假期 人潮汹涌 人气最高的是3C产品配件区 结帐柜台发票一张 接着一张开 百元特价区早就被秒杀 卖得最好的是行动电源 还有千元以下的各式配件 手机壳啦 或者说像这些耳机啊 蓝牙周边 其实它都是百元商品 它基本上都不会超过千元 所以民众也比较好下手 台北电脑工会表示 今年有两百二十家厂商参展 一共有一千一百个摊位 除了各式3C商品 也推出和往年不同的主题专区 像是这个智慧旅游区 就是结合APP软体 和入口网站服务 只要输入旅游地点 就能把行程所需的订票 订房甚至订伴手礼一次完成 结合软体创造多元商机 为了炒热买气 业者也纷纷祭出 在周末才有的特惠 希望在假期冲出好业绩 电脑展总是新很多人 不过旧电脑丢去之后 却常衍生出不少垃圾 跟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旧企业推动了再生电脑计划 进行二手电脑回收 以及转赠活动 今年下来一共回收了 十七万五千三百七十七台的旧电脑 经过检讯之后 捐赠给弱势团体 拆开电脑 仔细检查内部的每个零件 为了重新赋予电脑新生命 每个检测动作都不能马虎 经过工程师的巧手 将勘用品整理后 这些被大家淘汰的电脑 就能重复使用 华硕文教基金会从2008年开始 推动再生电脑计划 进行二手电脑回收 以及转赠的活动 七年下来 共回收了十七万五千三百七十七台 旧电脑 温室气体节能减碳环保效益 共三千一百四十八公顿 换算下来 一年可少砍二十六万棵树 此外华硕也透过捐赠 弱势团体再生电脑 提供数位课程教学的服务 让偏向的孩童 弱势族群 引法族资讯取得更普及 享受数位生活的便利 其实以前都是很陌生 那有了电脑以后 他们至少开关机 然后可以上上网 然后可以找一些基本的照片 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还很兴奋 我很高兴 我每次玩这个时候就很兴奋 因为我们完全都不会 没有摸过 那有你们捐这个电脑以后 我们大家都受益很多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 2012年全球制造约五千万公顿的电子垃圾 预估到2017年全球的电子垃圾量将会高达六千五百四十万公顿 如何让这些电子产品有效再利用 已经是绿色生活的必修课题 明天天气如何呢 一可来关心各地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苗栗 22到35度 中部地区 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 22到34度 南部地区 台南高雄屏东恒春 23到33度 东部地区 宜兰花莲台东蓝宇 二十一到三十三度 花莲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 十八到三十度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我是迎新仪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音楽 十代之歌 怀念金曲演唱会 每周日晚上九点 公共电视十三频道 大家一起来玩音乐 公式引起 改版升起 好题上演 双重享受 My name is Walter O'Brien 每周一 二热门强挡引起 天蝎行动 I have the fourth highest IQ ever recorded 197 Einstein's was 160 When I was 11 The FBI arrested me for hacking NASA to get their blueprints from my bedroom wall Now I run a team of geniuses tackling worldwide threats only we can solve We are Scorpion 人生とは分岐点の連続である 每周三四 精选优质戏剧 了不起的选Taxi 私はこの物語の主人公 人の人生の分岐点を 自由に聞きできるのである それを戻れるんだったら戻りますけど あとは お客さんが選ぶ 選択肢式 週一至週四 晚間11点 国际会議選